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会读一本跟三国有关的书 关于三国呀 其实已经有很多种解读了 好像已经读不出什么新意 不过这一本 列足的纷争 作者叫成长 这本书呢 从一个非常新奇的角度 给我们讲了一个全新的三国 古人就认为 说冬至啊 是计算新年的一个起点 因为这个冬至一过呢 这个白昼就开始变长了 天地阳气呢 渐渐的就强了起来 那也就代表着下一个循环的开始 那冬至呢 是大吉之日啊 因此啊 古人对冬至这个重视的程度呢 甚至都不亚于过年 几千年来 古代皇帝在冬至这一天 都要举行这个最高典礼 那就是祭天啊 这个冬至祭天 那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 皇帝有的时候啊 无法亲自参加 他就往往委派他最喜欢的 最信任的皇子来代劳 所以你通过这个冬至祭天 就可以窥探到一些皇位更迭的这个玄机 你比如清朝啊 康熙年间 皇太子被废之后 发生了九龙夺敌 就九个皇子啊 争夺这个皇位 据史料记载 康熙六十年 康熙六十一年 康熙皇啊 连续两年都委派老四 就皇四子啊 来代替皇帝来祭天 这么一个选择 其实就可以看出 在康熙行目当中 这个继承人 那就是老四 雍正 倒并不像距离眼的那样 雍正是篡位的啊 冬至对于雍正来说 那意味着希望 但时间倒回到三国啊 公元二百零八年的冬至 对曹操这冬至呢 就意味着绝望 说冬至这一天 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周瑜啊 联合这个诸葛亮 一把打火 把曹营的八十万大军 烧了个魂飞魄散 就连曹操也被吓得是这个 爆头鼠窜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火烧赤壁 这场战役啊 对中国历史啊 那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啊 说正是这一战打破了曹操的 统一大梦 孙刘两家乘世崛起 就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按照以前这个三国演绎的叙述啊 这个战役的成功 关键那就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正是靠着诸葛孔明借来的东风 才让这火势呢 顺着的东风直逼曹营 请啊 东南风 对东南风 东南风 果然是东南风啊 你看啊 诸葛亮借东风这场景啊 都有一点点玄幻了 其实呢 咱们细揪一下 就不难发现 这情节也经不起推敲 三国演绎的书中的描述 诸葛亮借东风 这个时间呢 是十一月二十甲子日 那这一天 那正是冬至 冬至期间 刮东南风的概率 本来就特别大 咱换句话说 即便诸葛亮 他不借这个东风 那东风照刮不误啊 曹操赤壁之战 这个惨败的呀 其实就是天灾啊 如果再往下细揪 诸葛亮到底有没有参与 这个赤壁之战 那都存有争议的 你看 三国制 三国制当中 诸葛亮 他只是作为联合孙权的一个史诚 被简单的提到 赤壁之战 好像根本就没他什么事 其实呢 三国演绎里啊 关于诸葛亮的族制多谋啊 很多都被神话了 鲁迅就曾经说过 说孔明之志 近乎妖 我们就拿三国茅庐说吧 为了营造一个诸葛亮智者形象 说他住着茅庐 草庐啊 种田耕地 这么写 无非就是形成一个反差 给诸葛亮 营造一个世外高人的人设 只等到刘备三顾茅庐 把他请出来 诸葛亮摇身一变 从农民成长为丞相 那是不是特别像一个 底层逆袭的励志孤身 在三国题材的影视剧里啊 我们总能看到诸葛亮的敌人 骂他是什么 诸葛村夫 就连他自己啊 也说成本不一 公根于南洋 但问题是 他真的 只是一戒春夫吗 还真不是啊 不光是诸葛亮 对于三国呀 我们记住的 往往是那些牛人的闪光瞬间 像什么关公 过五关斩六将 什么张飞大喝一声 吓死了夏侯杰 还有赵云 长板坡 七进七出 好像三国呀 是这些个个人英雄的故事 不过呢 我们今天要读到的这本 列族的族 的纷争啊 他就从一个特别的角度 来讲三国 什么角度呢 家族的角度 那些闪耀着光芒 极具传奇色彩的三国英雄 并不是单打独斗的 他们的形势的规则 奋斗历程命运结局 跟这个家族啊 密切相关 真正的三国史 按照这书来说 那其实就是一部家族史 刚刚说到真正的三国史 是一部家族史啊 这怎么理解呢 我们就拿诸葛亮来说啊 他不可能是一介春夫 非但不是草根出生 而且那背景呢 还很强大 他背后的狼牙诸葛氏 那可是望族啊 他的先祖诸葛峰 在西汉的时候啊 就已经做到了 私立校尉这么一个高位啊 这个官职呢 就相当于 现在的金兴记地区的 那个书记啊 权力是非常大的啊 这个诸葛亮的父亲呢 曾经是泰山郡城啊 官职呢 也不小 不过在诸葛亮八岁的时候 他死了 家道呢 稍微有点中落 后来啊 诸葛亮在叔叔 诸葛璇的带领之下 从狼牙就往南迁徙 一直迁到了荆州 这才落下来 他们家族到了荆州后啊 又跟荆州当地的世家大族啊 又联姻 诸葛亮有两姐姐 大姐呢 嫁给了荆州最强大的家族 叫宽氏家族 他二姐呢 嫁给了庞氏家族 就是和诸葛亮齐名的那个庞统啊 庞统他们家 有一句话叫啊 叫卧龙奉楚 得一而可安天下也 卧龙指的是诸葛亮 那奉楚呢 指的就是庞统 天下最聪明的两个人 哎呦 人家其实是亲戚 是同一家人 诸葛亮两个姐姐 都嫁给了世家大族 而诸葛亮自己呢 娶了谁啊 黄月英 据说长得啊 很一般啊 非常的一般啊 而诸葛亮为什么要娶一个丑妻呢 历史上啊 关于这个黄月英的资料 其实很少啊 长得丑不丑 真不知道 但黄家 不是简单的人家 黄月英 那父亲 叫黄晨燕 在襄阳啊 原来是非常有名的影视 而且跟荆州四史 这个刘表呢 是连镜 这么一推算下来 诸葛亮 那见了刘表 都可以叫一声姨父啊 所以呢 诸葛亮 他娶妻啊 其实也是一场政治联姻 有着家族的考虑 他娶的呢 是他老丈人的身份地位 可以说 诸葛他姐弟的三门婚事 就像三把锁 将颠沛流离客居荆州的诸葛家族 和京乡世家大族 牢牢的锁在了一起 那诸葛亮 他为什么就选择加入到刘备集团呢 也跟家族啊 有关啊 诸葛家族呢 是一个大家族 诸葛亮 他有个哥哥叫诸葛景啊 已经在东吴啊 做官了 深受孙权的信任重用 那诸葛家族明白一个道理啊 说鸡蛋 不能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那哥哥在东吴 那弟弟 诸葛亮 就不用再去了 那曹操那边吧 好像啊 人才济济啊 竞争对手啊 太多 我们再看看这个刘备 求贤若可 急需人才 那去了 马上就能顶大梁 当然了 诸葛家族 并没有放弃曹操这一边 那后来 他们家族 还有一位人才 叫诸葛旦 就在曹丕手下呀 效力 也是大有成就啊 你看看啊 诸葛亮 三兄弟 分是三方 还有 都还做到了高层 那家族的影响力 可不是一般般啊 史书称他为 一门三方为灌溉 天下荣之 诸葛亮三兄弟 也被史家称为是 龙虎狗啊 说蜀得其龙 诸葛亮是龙 吴得其虎 诸葛景是虎 那魏呢 得其狗 诸葛蛋是狗 这个狗 并不是贬称啊 指的是公狗 意思呢 是有功的战将啊 我们总结一下啊 两个诸葛家族 他的生存之道呢 就是广沙王 哈哈 一共投资了 魏 蜀 吴 三国啊 按理说呀 只要其中有一项 投资是成的 那诸葛家族呢 都能锦上添花 可这历史呢 他偏偏 就不按套路出牌 谁能想到 那三国到后来 被一个二流的司马家族 给截胡了呢 好 继续回来 刚刚说到 诸葛亮不是什么神人 也不是草根逆袭 在他背后 有强大的家族势力 你纵观三国 给家族势力啊 你列一个排行榜啊 诸葛家族呢 应该排在第二梯队 而有这么一个家族 明明是第一梯队 拿得一副好牌 甚至可以说是王诈 最后呢 却打输了 谁呀 鲁南 但袁氏 就袁绍他们家族啊 赤壁之战 是以少胜多的典型 在三国呢 还有另外一场战役 是以少胜多 发生的时间更早 那是公元200年啊 在袁绍和曹操之间 爆发的官渡之战 曹操也以少胜多 赢了袁绍 这个结局啊 其实有点匪夷所思 为什么呢 因为袁绍这个优势啊 太明显了 他这个地盘 占到整个中国 北方的三分之二 你看 季 清 幽 并这四周 都他们家的 更重要的是 他这个地理位置 还非常好 身后没有其他人 什么威胁 可是反观 当时那个时候的曹操 哎呦 地盘小 粮食少 更要命的是呢 他这个地盘呢 来四战之地 夹在中间呢 四边都是威胁呀 四面楚歌呀 但最终 这个战役呢 袁绍灰溜溜的 逃回到河北 没多久死了 曹操 借此战 占领了北方 关于袁绍啊 最有名的评价呢 还是来自于曹操 三国演义里 有个著名的桥段 叫青梅竹酒论英雄 当时啊 曹操刘备 在背后啊 来谈论天下英雄 其他人呢 都是一两句就打发了 唯独对这个袁绍 曹操 说了四句 河北袁绍四世三公 今虎聚一周之地 布下能使者极多 可为英雄 袁绍色力胆薄 好谋无端 干大事而牺牺牲 见小力而忘命 非英雄也 色力而胆薄 好谋而无端 干大事而牺牲 见小力而忘命 非英雄也 那问题来了 袁绍 真是这么一个窝囊 哈 我们还得从这个家族说起啊 这个袁绍这个家族啊 那是四世三公 就连续四代啊 有五个人 坐到了三公的高位 门神顾立呢 遍布天下 堪称当时第一望族 当年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啊 这诸侯的位置 是按照家族的大小来分的啊 那袁家 袁绍呢 理所当然就排第一 是盟主啊 孙权 什么刘备 曹操 那都曾经在袁绍的手底下 谋过之日 这妥妥的 是赢在了起跑线上 那后面怎么怎么就被这个曹操给打败了呢 失败的原因啊 一句两句也说不清啊 但其中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得益于家族 也受制于家族 叫成爷家族 败爷家族 袁绍家族啊 他们家大业大 但身份呢 他的身份有点尴尬 袁绍有个弟弟叫袁树 是正方夫人生的 嫡子 而这个袁绍呢 是丫鬟 丫鬟生的 是树粗啊 古代嫡树有别啊 这个袁树呢 打心底里瞧不起这个袁绍 哥俩一直就不合 后来 袁绍被过继给了伯父 袁绍 没想到这过继啊 局势 竟然就有了转变 因为袁绍病逝之后 袁绍就成为了组长候选人之一 这地位就反转了 你再加上啊 袁绍各方面才能啊 的确比那袁树啊 更出色啊 眼看着大家都追随这个袁绍 这袁树心里不平啊 就到处接这个袁绍的短 说他是我们家丫鬟生的啊 甚至还说呀 说树不武从啊 从吴家奴乎 哈哈 意思呢 你们不跟从我 竟然跟我们家的家奴 你可见 这袁树是多么的不待见的袁绍 那袁绍呢 礼上往来 你讨厌我 我也不喜欢你啊 哎呦 这两兄弟就别说什么联手啊 心底里啊 恨不得对方早点死啊 就经常啊 互相来使阴招 这是内部矛盾 袁绍外部啊 他也有隐患啊 我们都知道曹操 有一个著名的标签 就携天子以令诸侯 其实呢 当时并不是只有曹操 才想到要携天子啊 所有的诸侯都想到了啊 你比如 这个这个袁绍手底下的谋士 叫举授 就曾经的这个建议袁绍 说携天子 领诸侯 跟那有一个意思啊 但袁绍呢 没这么做啊 是他没有这个实力吗 不是 我们前面说了 袁绍实力是最强的 那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就是考虑到了家族的圣根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凡有选择 必有代价 携天子以令诸侯 好处呢 很明显 你手里捏着皇帝啊 可以号令天下 当然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啊 携天子以令诸侯 携迫天子 那就是乱成贼子啊 你看曹操 被骂什么呢 名为汉相 实为汉贼啊 都成了后世 这个奸诚的一个代名词 被骂还是小事呢 你还得随时随地啊 面临的被讨伐 危险戏数啊 太大了 袁绍 是大夫出生 读书人啊 要练 要名声 所以啊 这汉贤帝 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烫手的山鱼啊 想抢过来吃 又怕烫着嘴啊 纠结来 纠结去啊 这汉贤帝呢 就落到了曹操的手上 可能您就想问 那曹操为什么就不怕 这些个麻烦呢 也得看这个曹家的家族啊 曹操他爷爷呢 是一个宦官 当然不是亲爷爷啊 宦官啊 曹操他爸爸认了一个 叫曹腾的宦官 当干爹啊 这曹操当然也就跟着 成了宦官之后 虽然这个东汉末年啊 宦官当权 但这个曹腾呢 混的是一般般 所以曹操的家族啊 没什么权势啊 你想 一个宦官之后 肯定从小就没少受别人的白眼啊 被骂几句什么乱成贼子 那也就无所谓了 受得了 所以同样一件事 因为所处的家族不同 你做的 那未必他就敢做呀 选择不同 就决定了结局啊 虽然汉宪帝没什么权利 但这个皇帝的身份 就是一个号召力啊 他代表着正统 袁绍的实力 你再怎么抢 你面对皇帝 面对曹操邪 天子一定诸侯 那你这个实力 就不太够用咯 好 继续回来 刚刚说袁绍权大势大 却败给了曹操 只因为曹操手上 有代表正统的汉县帝 其实啊 三国历史啊 打着正统旗号 走上人生巅峰的英雄 姓刘 明辈 自玄德 人称刘皇叔 三国演义里 刘备的出场 是比较落魄的 在集市上 卖草席 卖草席 然后遇到了关于张飞 上演了《桃源三结议》 从今往后 冠某之命 既是刘兄之命 冠某之躯 既为刘兄之躯 但凭七十 绝无二斤 俺爷一样 某事与兄 患难与共 终身相伴 生似相随 俺爷一样 有欲此言 天人共禄之 俺爷一样 刘备自称是 中山晋王 刘胜第十八代玄孙 根据这个三国志的记载啊 刘胜是汉景帝的儿子 这么算下来 刘备也的确 算是远房的皇亲国妻 但问题是 这个光环 到了你这第十八代 那他基本上都没光的啊 中山晋王刘胜 一生是疯狂的纳妾 他生了一百二十多个儿子 刘备的先祖 只是一百二十分之一 而且之后还因为犯错 被剥夺了爵位 成了一戒平民 换句话说 刘备 除了刘这个姓之外啊 和什么汉氏宗亲 基本没关系啊 他说自己是晋王之后 也就他手底下那几兄弟认 别人都不认啊 因为没有宗族的势力 这就导致刘备啊 他前半生不停地换老板 换靠山 你看他投奔过 公孙战 淘钱 还跟过吕布 袁绍 曹操 刘表 刘备 寄居人下 且呢 不干预人下 在这些大树的这个遮挡下 他慢慢发展自个的小势力 那刘备后来怎么就变成刘皇叔了呢 这是因为啊 发生了两件事啊 也跟家族有关 第一件事是刘备 驻曹操 消灭吕布之后啊 跟着曹操一块到了许昌 建着了汉县帝 汉县帝在曹操眼皮子底下当皇帝 当然是不舒心啊 一肚子的憋屈 好不容易见到了本姓啊 都是姓刘的本家远青 一个高姓啊 就给刘备封了个官 叫汉左将军啊 还赐给他爵尾 叫一成廷侯 这就等于是官方盖了个印啊 认可了刘备是汉氏中青啊 这是第一件事 那之后呢 还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一代赵事件 所谓一代赵啊 就是汉县帝 写了一封密照 要诛杀这个曹操 这密照是藏在这个 一代里面的 这个事到底是真的 还是假的 当然说法不一啊 因为知道这件事的人呢 差不多都被曹操杀了 只剩下这个刘备啊 当时曹操 邪天子以令诸侯 没有人可以在政治地位上 挑战他 但现在刘备 我手里有皇帝的一代赵啊 那么刘备就可以奉旨 来讨伐这个曹贼啊 也就是说 在政治上啊 他成了曹操唯一的对手 哎 经过这么两件事 刘备 刘皇叔 名正言顺 成了除汉县帝之外 大汉正统的代言人 而这 也就成了他 吸引天下豪杰 最大的筹码 赤壁之战之后 刘备攻打荆州 左道之处是望风而降啊 很轻松 就控制了半个荆州 很多人才 像张松啊 法政等等啊 都是奔着皇叔的名头 投奔刘备的 凭借着 匡扶汉氏这个名望 刘备 就从一介小贩 成长为 蜀汉皇帝 可以说 借了不少家族宗族的光 当然了 他这个皇帝呢 做的也不算那么光明正大 要不然 他不会在汉前面加个蜀字 叫什么蜀汉 当时啊 汉县帝啊 虽然已经被曹皮给拉下马 但曹皮并没有杀他 按理说啊 你刘备 要匡扶汉氏 那也应该是汉县帝的汉氏啊 以前啊 家族 那只是刘备的一个垫脚石 但现在呢 家族 好像都成了一个半脚石了 那刘备该怎么做呢 为了当皇帝啊 刘备竟然对外说 汉县帝 已经被曹皮给杀了 以此显示 我是名正言顺的 这其实是一二到零 你说了这么多 我就想起了美剧 权力的游戏啊 他讲的是几大家族 争夺铁王座的故事 有人把这个权力的游戏啊 称为是美国版的三国演义 我们来看这个书的封面啊 有这么一句话 叫三国豪门世家的政治博弈 在三国那么一个乱世 无论是家族之间的博弈 还是英雄之间的较量 其实说到底 也都是权力的游戏 现在有一种观点 人为出生决定一切 我们回顾一下 今天讲到的这些个三国的家族啊 什么袁绍啊 什么刘备啊 曹操啊 他们当中有世家豪门 逐渐陷入到成绩 也有出生韩威的家族 在关键人物的代理下崛起了 所以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呢 就是想告诉你 人们或许啊 无法选择出生啊 无法选择家族 但命运呢 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正如那句话说的 只有你才能决定 你是谁 好的 这就是本期的读书料理 感谢收看 我们下周五晚上八点 读书料理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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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